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漫漫历史长河里缓缓走埋 地名是时光隧道的驿站 它标注了自己的个性 记录了自己的成长 任岁月流逝 身处何处 只需轻声呼唤 都能唤醒长久的记忆 淡淡的香愁 浓浓的思念 因为它住着我们的灵魂 承载着今天的文明 开启着美好的未来 浩然正气 千古流传 林丁阳里的叹息不再 中担易胆的气节长存 松岗东方社区文士厚然 开支散业传承祖训 正气歌在这里浩然长存 今天的地名保安 让我们走进松岗的东方社区 接受正气歌的洗礼 松岗旧时有一地 名为蒲尾 蒲尾之北 咸远山 微微然 郁郁然 是为五指爬 蒲尾之南 林长水 绵绵乎 幽幽乎 是为毛舟河 渔夫农者陆陆其间 鱼虾肥美 荔枝风影 蒲尾这个名字是南宋时期文映林 在此处开击索取的 后来口口相传 渐渐演化成鲍美 1958年 人民公社时期鲍美村分作两边 在东的称作东方大队 在西边的便是西方大队 随后文革时西方大队又改为红星大队 东方大队在1984年升格为乡 2004年正式改为了东方社区 物华天保 人杰地灵 这里曾是蒲尾村 也是现在的东方社区 现位于保安区松岗街道东方社区 东方村三项的文士大宗祠 池内取境通幽 清清静静 池塘外行商作古 络绎不绝 这座池塘始建于明朝红武年间 历经了五百多年的风风雨雨 多数的墙面台柱风化严重 而于2003年被当地的文士后人重新修气后 才有了现在红墙绿瓦的模样 祠堂正中的白袖翩翩的人物塑像 正是当地文士一族的先人 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 文天祥 相传当年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瑞 率棋子文映林 当时随文天祥的抗援兵马 携带家眷及族人来到广东 文天祥兵败之后流亡到保安 溺于保安松岗一带 在一个叫贺载园的地方开机 也就是现在的松岗豪冲村 后来文天瑞杜琼 文映林留在贺载园 期间生二子 长子启东 四子启南 启东生五子 仁 义 礼 智 福 启南生二子 垂统 垂县 故称文士七房 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 文士七房的子孙 先分布于东方红星 山门山尾 凤凰白石下 以及香港等地 所以文士的宗词 星星点点 在各地都有落成 但是位于松岗东方的文士大宗词 是七房当中的长房所建 所以就有了大宗词一说 不仅仅在于规模 更在于名正 严顺 当年 文天祥的亲生子女 全部就义 作为他名义上的过继来的儿子 文映林 有感于叔父的凛然大义 带着家产和子孙 在松岗定居 偷偷建下这座祠堂来祭拜 此外 他还行商有道 热心工艺 修建了著名的望烟楼 去接济穷苦百姓 文映林 为了逃避原权的追兵 就逃到我们现在的 浮涌的凤凰山 在山上就建了一个望烟楼 文映林是一个很有爱心 爱名的人 他每天都走上 五点钟的时候走上万烟楼 看一看周边的老百姓 有没有吹烟 就是有没有煮饭 没有煮饭 没有吹烟的 他就叫人送上钱和联石 确保当地的老百姓 在壮乱中没有喜去 他为国为民 也很有爱心 这个事情给当朝的元朝王帝知道了 他为了叫文映林归顺他元朝 就送了一副队梁下来给文映林 烟楼四宅传千古丁才兴旺 正气家风灌九州一月生非 起初 修建文士大宗祠的初衷是为了供奉和祭祀祖先 弘扬爱国正气 幽民乐善的爱国情怀 历经岁月 几经修契 现今满载着历史信息 已是保安区的文物保护单位 祠堂不仅承载着文士后人生活的点点滴滴 也承载着文化研究价值和精神意义 这个石墩是文士大宗祠最古老的物件 老书记告诉我说 在他六七岁的时候就经常和小伙伴们在这上面玩耍 那个时候石墩的台面上被磨得非常的光滑 可以说这个石墩承载着文士后人满满的记忆 很多年啊 古队都现在 石墩都现在 然后它底下就是 这些花纹都是那个时候 就是完整地保留下来的 就原样都没有动是不是 这个它只要用了宗祠就会下头了 现今重新修计好的文士大宗祠 占地1100平方米 其中宗祠建筑面积415平方米 宗祠大院面积685平方米 以三大部分 院落 宗祠前 中堂 通过文献 图片 雕塑等形式 完整介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生平事迹 院落中的文化长廊两侧 设有设施记录了文天祥留下来的著名史诗 正气歌 长廊之中 石柱 绿瓦 翘脚飞檐 极具特色 院落正中间 竖着文天祥雕像 周围放置松柏 以松柏之姿 彰显文天祥崇高的民族气节 书记 您小的时候上学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是不是 当时我小时候就家里都市了 我记忆很深 一边新年级 一边一年级 一个老师两个班 一个老师交两个 当时是 世纪不足 穷地有限 没有办法东西到北了 现在的学校很漂亮 那那个时候也是六个年级吗 是是是 那怎么分布呢 其他有货舍啊 四年级 然后每个老师都是教两个年级 可能前半节课教这边 后半节课就去到那边了 是是 已经是 那那时候一个班里面大概有多少学生 大概有二三十人嘛 二三十个人 那也还不少啦 六年级这样算下来也有将近两半 一个六年级五年级小一点 会少一点点 我们一年级得多一点 那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那我们童年的事都有什么玩啊 台球 玻璃球 他两个打那个 陀螺 陀螺 世界上玩的 没有什么玩 同时就玩手机电脑啊 不可能 2003年 文士大宗祠被列为保安区文物保护单位 保安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5年被松港街道定为党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2008年被保安区教育局定为了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基地 现已成为了 我是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之一 每年都有附近中小学的学生在这里的庭院之中 送读着正气歌 举行着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在充盈浩然正气的字画和牌匾之下 文天祥中甘义胆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文化在这里传承 每年我们东方社区的团委都会开展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的活动 包括我们暑假开展了青少年暑期兵分乐 其中有两场就是放在这里是书法类的培训班 以及陶艺类的培训班 他们都是我们传统的文化艺术 培养青少年一些对爱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教育 而且每个学期中小学的老师都会带领他们的学生 过来参加我们这个文天祥纪念馆 来学习文天祥当年的试剂 这就是中华的少年 我们在学校的课前三分钟 也把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等一些诗词 作为每学期诵读的这样一个校本教材在营用 但是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过程中呢 学到的基本上就是诗词表面上的东西 学生只是在课堂上学习的话 他远远是不够 利用这种搜索和自我解说呢 他们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文天祥这个人 了解他的这种报国之志 了解他的这种爱国情怀 就是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以及文天祥身上的一种 宁死不去的精神 人生自古谁无词 刘举担心赵汉琪 他真的是就是把人生做到那样子 不仅仅是我们在背的 他把人生都做到那样子 特别的爱国 我觉得我要向他学习 可以感受到我们松岗这个地方的 一个这种传统文化吧 然后也感受到了文天祥 这个人生自古谁无死 有许单亲赵汉亲的这种精神可贵 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也需要 也同样需要这种英雄气概 这种气概将会一直激励着我们 不断地奋勇向前 词堂外 沿着东方大道不过五公里的距离 就是松岗文氏后人的先祖 文映林的长年处 也许他未曾想过 当初在松岗留下的这一脉香火 鸟鸟不绝传承至今 正如祠堂门外的这条大路 的名字东方大道一样 如鹰鸟宫再听有灵的话 他理应被改欣慰了吧